可供吐槽的事太多 难免有的时候 我们还是需要多更一期 大家再耽误您会儿功夫 不好意思 这是这样 有人让我说一下房产税的事 房产税这事有什么可说的 对吧 我们房产税只不过是一个开头 我原来在节目里曾经跟大家聊过 中国政府非常穷 好多人都在说 说怎么会 中国政府是全世界最有钱的政府 对吧 那他怎么会穷 有钱跟没钱 是有巨大差异的 这个您几位聊的是什么 说中国政府掌控的资源 获取的这些利益可能非常大 您觉得说中国政府非常有钱 那是花的多 我这么简单跟您解释一下 就是说您比如说 您现在月薪过万了 对吧 不算没钱吧 OK好 那您在北京想买房呢 理解这事了吗 说你北京想买房子 你这月薪一万 你够实吗 你肯定不够实 对吧 那比如再比如说十万 十万 那我北京能买房子了吧 对吧 您还有孩子呢 您还有这个 您要把孩子教育好 您到了这个层级上 您花钱就不一样了 所以呢 就是说 有钱没钱是一个相对概念 非常穷是什么概念 是他哪怕是月薪十万 他只要想花 他花的地方太多 那他依然是一个穷人 政府是穷的 明白这意思吧 您想想看 他怎么花钱花多 首先 对吧 他军费要高 对不对 那要保持威慑力吗 周边全是一堆的 虎视眈眈的 我们家都保 猫视眈眈的 这个国家 对吧 要跟美国对抗 然后呢 大撒币 要全世界找盟友 花钱买吗 花钱买着盟友吗 对不对 OK 好 那这些东西 是不是要花钱 城市建设要花钱 对吧 这个还有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 花钱点 好多人不知道 维稳 您觉得维稳 就是说那些什么 保安 这些什么 各种各样的监视 摄像头 这个东西 是其中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呢 还有一部分 是收买性的维稳 比如说扩大公务员的队伍 就不是公务员 他也是事业单位的人员 就是吃财政饭的 你只要扩大这方面的队伍 你的基本盘就扩大 维护你利益的群体就扩大 为什么 因为你要吃财政的饭 他就更被绑架在整个的战车上 所以很多的时候 这种维稳的经费是非常高的 这个也就是说 中国政府为什么说 世界上他挣钱挣的手艺最好 但是他真的没有多少钱 是个穷的政府 是这个原因 明白这意思了吧 诸位 说再重复一遍 不是中国政府没本事挣钱 而是他要花的地方太多 甚至于这些花销都还没有真正花到正道上 怎么要花正道上 您自己想想看 我们的社保 对吧 他能够很好吗 我们社保 当然了 您要跟原来比 这肯定是算是比较不错了 对不对 可是你要跟正儿八经的其他的社会比 你天天像他们吹牛逼的一样 我们世界第二 你的社保的这种覆盖范围 以及它的报销程度 以及让老百姓看得起病的 然后养老的这些程度 你跟你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相配吗 跟你第二大经济体可能 这相配不相配 无所谓 对吧 能跟你吹的牛逼相配吗 跟你吹的牛逼不匹配吧 对不对 是不是这道理 就是这么回事 这是一个事情 这是一个事情 所以 为什么说 我说中国政府穷 就是原因是在这 那穷怎么办呢 穷就只有两个招 一是开源 一是截流 可是您要知道 截流是不可能的 怎么都不可能截流 一辈子都不可能截流 为什么 因为这些钱是要花的 如果不花这些钱 怕出问题 可能你的养老不完善 你的社会的医保不完善 这些都出不了问题 但是你军队养的不够多 警察养的不够多 这个摄像头装的不够多 对吧 监控做的不够好 那养的这些财政供养人员不够 面积不够大 那这些东西会出问题 会政权出问题 所以呢 那这些东西截流 是不可能截流的 开源怎么开 开源就牵扯到一个问题 开源你怎么才能够尽量的 就是所谓的拔鹅毛 还不让鹅叫唤呢 对不对 那房产税 原本是怎么抽 怎么抽血 原本是拿抽水机抽血 这抽水机是什么呢 各种各样的抽水机 好几台呢 其中一台是房地产 但是这房地产 有一个问题 就是一次性的抽取 这个一次性的抽取 就是一下 就把你这个 就所谓的那个哥们叫什么 六个钱包给你抽 你六个钱包掏空了 对吧 你这种东西你一次抽血抽完了 那怎么办 往下你就得又换一方式 房地产你又不想这么依赖 对不对 那你只能够换成这个房产税 这种税 你才能够继续抽血抽下去 不然的话 你一次抽空了以后 不能吸水长流 你怎么办 是不是 这么多人要养 这么多武器要生产 是吧 这么多国家 非洲的这些各路盟友们 嗷嗷待哺 那你怎么办呢 你肯定是需要这个 所以房产税这件事情 它必然是要实行的 这个是替代这种房地产 对社会的吸血功能 它如果没有这个 就没法维持统治 这是一个正常的事情 所以说你说房产税要不要收 我说肯定是要收的吧 对吧 所以 但是 咱必须说一句 但是房产税跟其他税并不一样 房产税基本算是直接税 您比如说 咱们一说起其他的税 就是比如说我们中国也不是流转税 你包括房地产抽水机 吸血功能 那东西也是间接的 你看不见 对吧 你能看见什么 你能看见可能是印花税 贴张印片 印花税 什么的汽税 这些东西 你能看见这是直接的 好多的那些钱 你看不见 对不对 人家收了 比如说一万平米的房子 六千五 基本都是给政府了 对不对 那这个钱您看不见 他就直接的收走了 这房产税不太一样 房产税可能大家都觉得 这是切身的一个东西 因为它是一个 基本是算是一个直接税的税种 那你当然会有切腹治痛 对不对 这个东西是很正常的 这个玩意儿 只是第一件事 就是我们这边的 为了开源 房产税 不过是一个起步 一个稳定税种 您比如说 我再给您说一下 遗产税 为什么现在说遗产税 在那之前 您看时间段 您就知道 您比如说 改革开放这四十多年 大概是一代人 一代人多一点 刚积累起来的财富 但是这帮人 可能该走的 有些已经走了 有些还没走 但是他们所创造的财富 可能就变成了各种各样的 比如存款 不动产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原本是没有的 老百姓没财富 你想 705年文革才结束 78年开始不乱反正 然后改革开 80年代初开始改革开放 这四十多年以来 这刚积累财富 民间 在那之前 那都是资本主义尾巴 哪有你的东西 那全是一大二工 全是 就不是集体的 就是国家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 所以 这四十多年 刚积累出来财富 这一代人多一点的时间 从祖上传下来的也好 就是还没被全收走的 从新创造的也好 积累财富这帮人该走了 这帮人走了怎么办 那得收税 对吧 遗产税为什么这会提倡日筹 是因为这些年 这改革开放这些年 这一辈人积累下的财富 对吧 你甭管你怎么抽血 你中国的财富 还是以指数方式往上涨的 那你总是有钱的 真正的东西在这儿 要把这部分财富的税给收下来 那遗产税 是我不反对的一个事情 您知道为什么 是因为原本的全世界各国都收遗产税 就是这些很多 就是法治国家也收遗产税 日本遗产税更牛逼 那日本遗产税高的时候 我记得45% 那个东西挺牛逼的 你想想看 很多人 为什么他有些日本的孩子 不要家长给留的房子之类的 交不起 交不起这钱 那怎么办 那就不要了 那只能是这样的 那这个东西 那中国这边呢 中国这边一样啊 他会让你交一大笔遗产税 把你原本的财富 再给你再给收回来 进行所谓的第三次分配 就这个东西 我跟您说啊 我就是咱当今圣上所说的这个 共同富裕 您知道什么意思吗 就意思全体现在这儿了 而且还有人给他捧臭脚 怎么叫捧臭脚呢 就是说 说这共同富裕啊 他有这么一路子 就是说我收了房产税 就相当于有钱的这个 有不动产的这个阶层 我多收你税 是不是就造成社会财富再分配吗 那这个东西就是好 这个东西是好事啊 那我们不就共同富裕了 共同富裕 你妈毕业我套着疯了吧 你有不动产的这些人 我租房了 我租 我把房子租出去 对不对 那我不能加房租啊 我把这个东西就转嫁给租户了 我为什么要自己去承担这件事 或者是说我承担三分之一 租户承担三分之二 怎么就造成 他只能够提高底层生活 底层人民的生活成本 您懂吗 然后这傻逼居然还用这种方式洗礼 看得我快笑死了 所以说呢 这种玩意儿 王夏的日子呀 还有得过的 你这个各种各样的税 然后呢 说房产税 遗产税 王夏的各种各样 想房收你钱的时候多了 原本呢 是用像这种简单粗暴的抽水机 对吧 那个不论是油价呀 还是这个煤价呀 电价呀 他这个夸抽 这个 什么是什么的这个 吸水长流啊 就是拉一小口 你见过那个 你见过那个隔胶的吗 橡胶那玩意儿 不是拉一口 得跟你捅 你留吧 一点点留 接着 就大概是这么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那王夏就有一问题 就是说 这收税有什么问题吗 国家政府都得收税 政府又不创造财富 对不对 你收税才能够让社会运转 才能够让那个财富有平衡的可能性 对吧 没问题 一点毛没有 但是毛病只有一个啊 就那么一个 这个毛病是 就是说 人家收了这房产税 我知道他干嘛去了 对吧 那你收了这税 我不知道你去干嘛了 你也不用给我交代 你反正你唯一干的事就是他妈的偷钱 明白这意思吗 就是差别不大 真不大 就是说 所有这些税种 那发达国家全都有 全他妈都有 没事 但是只有一件事不一样 这件事是什么 就是人家交完了钱 纳完了税 这个我能知道你钱干嘛使了 但是你交完了 你就是交了 明白吗 韭菜就是这么个韭菜 人家不叫韭菜 人家叫公民 对吧 我今儿瞧你这个税收的实在不爽 我形成合力 对吧 社会的合力 那你可能我一个人不行 但是我用我选票 我投票嘛 对不对 我投票 你找一个合适的 能够达成我这种愿望的这个人去代表我去医护里说话吗 但这个就这么点区别 其他东西没区别 好吧 就这么点 您说房转顺 哥几个等着吧 这个拉你们那小刀子 原来是这种镰刀 是这么 咔 咔 滴了起这么一把来 咔 韭菜 然后收走了 夸夸夸夸一切 然后到那一炒 韭菜炒豆芽 挺好吃的 现在不这样了 现在人家是弄起一撮的 小刀 呸 拉一下 又弄起一撮的 呸 拉一下 一年拉一回 一年拉一回回去 包一个包一饺子 是吧 韭菜猪肉馅挺好吃的 所以大概是这样 就这么个路数 不光是这个房转顺 以后这种小刀子拉你就是多了 OK 好 就这么点事 谢谢诸位